大家好 我是Fania 今集就是我们开箱新屋的最后一集 这集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在睡房里面买什么傢俬和小物 之前也有拍过不同的影片 讲关于我新屋的布局 租金的一钱 以及我在客厅 厨房 钉 玄关 和厕所的装修 和一些小物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完这段影片之后去看 这次主要是讲睡房的物件 我会将所有我讲过物品的连结 在资讯栏里面 大家有兴趣看的话 就可以去资讯栏里面看看 那我们先去片 这就是我们的睡房 这里有个櫃 其实它是书架 但我很少是书架 这个架是$83 在Walmart买的 我们的床浴在Sleep Country买 它是全尺寸的床 它是$700 虽然有点贵 但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是完全不会腰痛的 然后这个床架 就在Walmart买的 就是一个超级普通黑色的铁架 至今都很稳定的 然后枕头 我们就在IKEA那里买 $25 一个平时很多人都会看到 放在那里的$25 那个基金面的枕头 然后床单和枕头袋 我们也在Walmart买的 这个是$20 然后皮 我们就买了Walmart 它其实是有个品牌出的皮 我们买了橙色 即是Walmer的皮 这张皮是$65 它是羽绒皮 但我们自己觉得 有点太热了 因为开了暖气 其实不需要那么暖的皮 但是也没热到它不能够 然后到这边 就有个工作桌 其实工作桌加梳妆桌 这张桌子 它就有个桂桶 它的桂桶是这样 一次过拉出来的 对 就一个这么大的桂桶 它这么深 而且它有个玻璃面 这张桌子 就是$169 在IKEA那里买的 然后呢 桂桶里面 就有这些间隔的板 我自己觉得非常之好用的 因为它可以令到你的桂桶好处理 你一眼就看完每样东西放在哪里 所以你每次用完的时候 东西都会放在那个位置 就剩下很多 这个桂桶呢 就在Omomo那里买 就两个七一排 现在你看到这些间隔 应该是用了两三桂的间隔 桌下面呢 就有一个箱 是装着风筒的 这个透明的箱 就在Dolarama买到$5 然后呢 就有个墊高了的电脑的东西 这一件东西呢 就在Amazon买到$24个半 然后呢 这个拖把呢 就是$25的 也是在IKEA那里买的 它有两个USB头 还有四个平时的插头 还有可以开关的 然后这一件东西呢 就在TAMO那里买 是用来塞着电线 但是它很鸡辣 其实我自己觉得 真的呢 它幼的那些呢 又会脱出来了 然后粗的那一只呢 又很难才塞进去 所以我觉得它的质量就很一般 但是它就感觉上方便了一点 然后这里有两个架 这些都是我在香港带过来的 但是这个我在Muji买的 其实这边Muji也应该买回的 这个也是Muji买的 然后旁边这里有一块全身镜 对了 那这块全身镜呢 就在IKEA那里买的 那它就是$75的 那它后面挺好的位呢 就是它有一些挂钩 而且有肝可以给你挂衣服 那这样 那这块化妆镜呢 它就是$10 也是挺方便的 它有一条绳 可以给你挂住它 但是你平时用的时候呢 就这样坐在桌子上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了 接着呢 这一张椅呢 我现在放了一件衣服在上面 但是 我就是在Amazon买的 那它就$96 so far都挺舒服的 但是唯一不好就是 但是这一只挂地的椅子呢 它很容易积了一些层 背在上面是很难清的 对了 那so far就是这样了 然后进来这里呢 就是两边的衣柜 然后在那里呢 就有一个standing light 就是我们全屋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天花板是没有装灯的 而我们业主也没有帮我们装的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些standing light 但是其实它也挺好用的 它也够光的了 那这一只standing light呢 就有这个矮一点的分支 还有一个高一点的灯罩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23 那其实它也挺光的 就是晚上开了这两个呢 就非常之够了 那接着呢就是衣柜 给大家简单看看衣柜是怎么摆的 那我呢 那我呢 现在就挂了少量夏天的衣服 可能是做健身的那些衣服 然后挂了一些厚衣 然后上面呢就是摆一些 可能床单啊 大家很少穿的衣服 或者一些特别厚的衣服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摆一些长袖衣 然后这里呢 买了几个箱子呢 就是装一些可能面膜啊 化妆品啊 扣等等 那这些盒子呢 全部都是在澳门毛那里买的 然后这里有个五层的柜桶 它有两层是浅一点的 然后三层是深一点的 就摆一些墨啊 帽子啊 帽子啊 这个就是在Wallmark那里买的 这个呢就是40元的 然后呢 另外一边这个柜呢 就买了一个三层的柜桶仔 就是装一些家里的衣服和褲 那这个柜桶呢就是35元的 那我这个柜桶呢 我就是上网买的 叫它送过来的 因为这么大个就很不方便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我本来是上网订的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它 cancel了我的order 但是呢 它分店是有的 所以结果呢 我是要自己搭车去Wallmark的分店 去抬这个柜桶回来 是非常搞笑啦 又非常无奈的一件事 不过我听过很多人分享 Wallmark的网上商店 就是这么垃圾的了 可能是我不幸运 或者可能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问题 就是这样啦 那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那我自己呢 暂时最喜欢的呢 就是在Omomo那里买的 这个柜桶间隔 那它因为真的令到我的柜桶干净很多很多 因为每一次你用完每一件东西 你都可以放回它去自己相应的位置 你不需要想它究竟要放在哪里 我以前的房间 真的是一个乱撞干的人 有时乱到我家人看不过眼 帮我撿的了 但是呢 事从买了这个柜桶间隔之后呢 真的令我的收纳是做得好很多了 除了Omomo有得买之外呢 我去Amazon也找到类似的商品 那如果大家家附近没有Omomo 也都可以去Amazon那里买的 然后呢 除了这个柜桶间隔之外呢 我也很喜欢我的全新镜 它是IKEA买的 虽然它不是我一开始最想买的款 因为它另外有一款是更加便宜的 而且没有那么阔的镜 但是那块镜经常都sell out 所以最后就买了这块 但是这块就比我想象中好用 因为它后面可以挂衣 挂袋 这个是我意想不到的 非常实用的地方 而且它有个傾斜的角度 令你看上去 脚会长一点 这个人比较高一点 那你配衣服的时候 心情都会好一点 对了 以上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物品 而其他物品 我也会放了link 在资讯栏那里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要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 和share给一些 未来会搬家 或者喜欢这些家居小物的朋友 还有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题材想提到的话 也可以在comment里告诉我 我会尽量去拍多些大家想看的题材 那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